这是一个五字的集联 上联是家和连年长 下联是瑞禄丰能林 这个是左右工整对仗 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学形式 所以这个集 西侠颂字成莲 这个上款说实际上是义林 就是说凭着自己墨迹 西侠颂上那个字的字形来写的 像他这里边 实际上他这里边 也还透露了一些传统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书体的演变当中 传统比隶书早 隶书是中国书上 一个比较变化的时期 所以这里边像这个锐字 像这个掌字 像这个鹿字 上面还有这个传统的笔 它的结构 几乎就是像那个鹿字 几乎就是从 就是传统的这个结构 但是简化了上面的那个头上部 所以这个家和连年长锐路风恩林 这个隶书的五颜连 这个笔法呢 我基本上用的是这个 以原笔为主 略代方义 中国这个传统的笔法 它讲究啊 方中有缘 缘中有方 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 历代的名家书法 它是这样 由于方笔为主 由于圆笔为主 有的是圆多方少 有的是方多圆少 但是它总不离方圆 万变不离规矩 这个规矩就是古代木 木匠用功的这种 方规 这个圆规方矩 那么这个写一笔 这个五颜对联呢 写对联 左右要对称 一个是字体大小的变化 我不喜欢就是 一个字对一个字 对的那么平 所以我喜欢上下 要有点错落 这个错落最后呢 还必须左右对称 所以就是要统一呢 还要变化 这个我把这个夹字 写的比较大 比较长 它本来这个杯也是这样 但我写的 往长里写了一下 这个合字呢 就写的相对的小一点 扁了一点 左边的路字呢 跟合字对着 就把它写的大了一点 这个莲字写的小一点 比如说加合 就是一大一小 到莲字又大 莲字又稍小 长字又大 这是一三五 这么一个跳跃 二四小一点 到下莲呢 我基本上写的比较匀 大小啊 变化比较少 唯独把N字写的 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林字呢 基本上它是收尾 不宜太小 加字呢 起手也不宜太小 一般的是 开头那两个 上面的两个字 加与锐 或掌与林 不宜太小 大概呢 是这么一种 这个思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